是因为你在你的玫瑰上所花的时间 使得你的玫瑰这么重要 运气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你永远只有时候才会知道 我在当模特之前 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跟好运没有太大关系的人 我从小就失去我的父亲 然后靠我的妈妈 做很多的工作 来养活我跟姐姐 从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 我就知道 天底下绝对没有不老而活的事情 真的 现在我可以说我是好运的 因为流星花园 就让我们四个人的命运瞬间改变 可是在那个瞬间 又有谁可以先预知呢 而且你知道好运会让人上瘾吗 当你见过一次好运 你就会很希望自己可以再见到他 而且越快越好 可是也因为那样 所以那才是好运的人最应该害怕的吧 所以才有很多好运的人 因为害怕 自己突然没有好运了 而开始变得患得患失 好运的人怕失去的 其实是眼前所有的东西 于是我想过我所拥有的 我物欲不高 我拥有的财富如果省点用 应该也可以好好照顾我的家人 也许很多人曾经认识过我 但那又怎么样呢 每个人不都是一直在认识一些新的名字 又忘记旧的名字 我常常在想 那我应该留下些什么呢 我应该趁着自己 还有好运的时候 多去制造些什么 你知道当上天给一个人好运 他没有一下子给全部的人好运 是为什么吗 我觉得啊 那是因为 他希望我们可以把好运 分给其他的人 这几年 我一直非常希望我的fans 我一直叫他们是好朋友 可以帮助我 一起做这件事情 但其实这些年下来 他们做的比我多 还要多还要多 也比我更有智慧 他们甚至还在中国 按灰影男 张其润养了一间 严承旭春累小学 把严承旭家族累积起来的力量 分散到更需要温暖的朋友 我手上 虽然我们的力量还是十分有限 但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想 我们只知道 尽力去做 就对了 几天前我生日 我收到很多春累小学的小朋友的贺卡 里面有好多的照片 里面有好多的照片 很多小朋友的文字 还有很多很多温暖又贴心的鼓励 我 会把他们好好的收藏起来 因为当我心情不好 只要拿出这些小卡片 我都会好满足 都会好开心哦 尤其看到那些照片上 一个一个 虽然生活物质过得没有我们好 但他们脸上永远 最单纯的笑容 那种感觉好棒哦 像一些好运的种子 那是我们愿意叫出去的 一点点好运 当那些小手接到了 变成一颗又一颗好运的种子 等到有一天 他们长大成树了 我知道 他们也会把那些好运 再拿去帮助别人的 这样当我的好运 终有一天 他们一定会离开的时候 我还拥有这么多很棒的回忆啊 也是只有这些回忆 才会让我们这些 曾经集体交出好运的人 记得那些 好运 一辈子的 他不是抛弃你走咯 而是跑去 找比你更需要的人 说真的 想到这些 我还真希望好运可以用久一点 我还真希望 我还有机会 再来想想 怎么样用掉那些好运 因为啊 这样的好运 才有意思 我还真希望 我不知道你要在 《九三一四男人與男孩》 這本書裡面看見什麼 你可以從體力來看它 它應該是這十年來 甚至是更長以來 在台灣的出版文化裡面 做得很特別的一本書 它除了有文字 它除了有影像本 它有CD 它可能還有DVD的記錄 我不曉得你要從這樣的 各個角度裡看見什麼 事實上 我們只是很詳實地 公開了 严承旭這個人 他從出道到現在 可能這八年來 的某一些改變 那個改變是什麼 那個改變可能 看到他從一個男孩 變成一個男人 從一個可能很容易把情緒宣洩出來 到現在可以在內部自己先完成轉化 然後再理性地說出來的差異 你可能可以看到 顏承旭這八年來 在對友情 對愛情 對很多生命的挫折 有了不同的定義 你可以看見的面相很多很多 因為決定全在你 但顏承旭的本質不變 我們每個人都在生命的過程裡面 成長 進化 這一個意義不變 所以其實這不只是一本 關於顏承旭的書 它更像是一部紀錄片 它更像是我們每一個人 關於夢想跟成長的故事 打桃園 也有點灰 心中的回憶 像殘廢 說不出再現 說一聲謝謝 你我別傷悲 讓那海流的你已滴淚 心多雲千 愛讓人心碎 就算童話被現實摧毀 他要踏著夢去追 但沒人忘了滴一滴淚 每天世界 從孤單萬歲 但是從來不願意消灰 那滴古老的眼淚 你這風 我沒有睡 天空已經滴百次暗黑 思念很貴 思念很貴 不要浪費 這寂寞很美 你這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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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道路